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往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可以这样说 姐夫的往生对我触动非常大 让我感到震惊 我的姐夫郭永发 1935年 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财河镇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他两岁上父 母亲一个人 寒心如苦 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 因家平 无钱上学念书 姐夫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 1955年 做空军地勤工作 1960年 转业到东安厂当工人 当年 当年 童年 和我姐姐刘树青结婚 姐夫的性格 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最为贴切 那就是虚强 倔强 而且不是一般的倔强 是十分倔强 他认准的事儿 一般人很难让他改变 为什么说姐夫的往生对我触动很大 令我感到震惊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 他心存怨恨 因为种种原因 姐夫和儿媳妇积怨很深 他多次对我说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 我要让他永远不得安宁 说真的 听姐夫说这样的话 我都毛骨悚然 背后冒凉风 在他卧床的四个月时间里 我一直在做化解矛盾的工作 劝说 劝说姐夫放下对儿媳妇的怨和恨 但效果不大 我也曾是 曾试图劝说外甥媳妇 向老人道个歉 主动和老人化解矛盾 但外甥媳妇去不道歉 并拒绝见老人面 当时我心里很着急 我知道姐夫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在她生前 矛盾解决不了 怨恨得不到化解 等她走了以后 麻烦就大了 外甥媳妇的后 半生日子 不会好过的 面对两边劝姐 都不见效的实际情况 我也曾经想过放弃 人各有缘 就随缘去吧 可转念一想 不行 不能放弃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经过不懈的努力 劝姐总算的有点起色 后裔阶段 我姐夫不再说做鬼 也不放过她那样的话了 但我知道根本问题 还没有解决 当时我心理想 姐夫这种情况 能不去三恶道就不错了 第二 她对佛法一无所知 姐夫没有受过三规 可以说她连居士都不是 她没有听过或读过任何一部经 她没有去过任何一个道场 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法会 第三 她身有污点 2008年 姐姐左腿做节肢手术之后 行动不便 姐夫对我姐姐没有给予关心和照顾 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她在外面又认识了一个老太太 两人来往密切 这件事情也是我姐夫和孩子们之间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姐姐往生之后 我和姐夫有一次长谈 我对她说 你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姐姐 她听后哭了 可能感到内疚了吧 我告诉姐夫 你给我做了53年姐夫 也做了53年的兄长 虽然姐姐走了 但我永远是你可以信任的老妹 如果你有事 老妹不会不管的 姐夫很感动 在她往生之前曾说过 我是她在人间 人世间的亲人 下面我再说说姐夫 为什么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 姐夫往生之后 我再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 姐夫为什么能往生 我找到了答案 姐夫往生 她具足了两个条件 一是信愿行三资良 她具足了 可能有人会疑惑 她对佛法一无所知 连居士都不是 怎么能具足信愿行三资良呢 五年前 我告诉姐夫 要念阿弥陀佛 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出于对我的信任 她欣然接受了 她曾经和我姐姐说 小云告诉我的话 我听 我信 从那以后 她念佛不断 她把我给她的小念佛机 挂在脖子上 走到哪儿 念到哪儿 就是她往生前卧床这四个月 念佛从未见断 念佛成佛 真实不虚 可能除了阿弥陀佛 她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可正是 这一句阿弥陀佛 让我姐夫成就的菩提之路 因为她信愿行具足了 二是她放下了 她放下了什么 她放下了怨和恨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我姐夫放不下怨和恨 她去哪里 陛下地狱无遗 姐夫最后是怎么放下的 我总结了这么两点 第一 生前的劝解和走后的开示 要紧密结合 要把话说到位 要以情动人 以礼服人 姐夫生前的劝解工作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 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 我的两个外甥女 四个月时间 他们一直在做老爸的劝说工作 劝说老爸放下对儿媳的怨和恨 好好念佛 去西方极恶世界 四个月的劝说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叫正能量 他们所做的工作 既帮助了老爸成佛 也帮助了弟弟和弟妹 两个外甥女功德无量 我在这里随喜他们的功德 姐夫走后 我们的开示工作紧紧跟上 一共进行了三次开示 姐夫彻底放下怨和恨 是在他往生的当天晚上 这可能也是一种表法吧 第二 儿女们的真诚忏悔 道歉 是老人放下怨和恨的关键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外甥媳妇 在他老人 在老人走后的当天晚上 他能接受佛友们的劝导 在老人临前 真诚忏悔 道歉 解开了老人心中 那个怨和恨的结 他的词举 既救了老人 让老人做佛去了 同时 也救了他自己 解除了后顾之忧 孩子感恩你 祝福你 希望你能像爸爸妈妈一样 早日进入佛门 最后 我想说说姐夫的往生 给了我哪些启示 启示一 众生皆可成佛 放下便是 姐夫这次往生 我觉得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表法吧 他的他表的法就是两个字 放下 放下便是 他放下的是怨和恨 放下了就去极恶世界做佛 放不下就去地狱继续搞六道轮回 他的表法 他的表法告诉我们 众生皆可成佛 放下便是 启示二 念佛成佛 真实不虚 我姐夫就会念阿弥陀佛 别的他什么都不会 他念了五年阿弥陀佛 就去极恶世界做佛去了 成佛难吗 不难 只要你肯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 你就一定能够成佛 千万不要忘的 老老实实 四个字有 启示三 看众生要看本性 不要看习性 我们凡夫看众生 往往是看习性 不看本性 这正是凡夫和佛菩萨的区别所在 看众生的习性 往往是看这个不行 看那个不行 因为他们可能都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错误 甚至是所谓的污点 但是凡夫之鉴就是凡夫之鉴 凡夫之鉴不可信 于道极处方为智 卓道极处是真巧 于卓并非真于卓 智巧才是真智巧 启示四 解夫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榜样 解夫欲往生欲知实质 准确无误 解夫往生全身柔软 皮肤洁白细腻 犹如透明体 解夫往生火化时有色粒子 这一切的一切 是不是都是解夫的表法 视线啊 难道解夫不是我的老师 我的榜样吗 解夫走了 去西方结世界做佛去了 我如是重负 一年半的时间 我的两位亲人 姐姐和解夫成就了 我深感欣慰和自豪 但愿我的同修们 通过我姐夫往生的实力 坚定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的信念 我们离家 离家门越来越近了 一路前行 永不退缩 加油 我们听了 流淑云居士的报告 又见到了一位表法 这些人 就像流淑云居士说的一样 给我们带来信心 给我们带来愿心 让我们明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难死 关键的 关键的全在自己 不在外缘 外缘 什么都是假的 可以不要理会 所以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肯不肯放下 不但怨恨要放下 怨恨不放下 必定堕地 如果是情志 情志不放下 决定堕我鬼 你所以爱乐的 爱好的 不能放下 如果这是现案的 你能生人天 来生能得人天 身份 出不了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是生死的根本 是究竟苦的 是究竟苦的 源头 那 佛 有方法 能帮助我们 利究竟苦 就是利流到轮回 得究竟乐 那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一切 一切诸佛菩萨的本院 佛菩萨化身到世界来干什么 就是做这两种事情 他们在这个世界 表演给我们看 表演得非常逼真 你要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那是一场戏 舞台上表演的全都是祝福菩萨 不是假的 来度我们这些愚昧 烦恼 不肯放下的众生 那我们明白了 究了 深深感觉 他们真的 是菩萨在表演给我看 在度 我真的回头了 真的感恩他 放下万元 老实念佛 看人 诸佛菩萨 看本心 没有看谢谢你 看本心 所以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那对佛的恭敬心 生起来了 生起来 对谁呢 对一切众生 甚至于 对作物的众生 你像刘苏云 给我们说的 他这个姐夫 倔强 倔强到极出 他是不是给我们表演的 那这样倔强的人 怀着这样怨恨的人 灵命中使 灵命中使 终于醒悟过来 放下了 放下了 放下就往生 极乐世界了 不但独自喜 度了十十多多的众生 造作极重罪业的人 只要肯放下 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你的错误的心态 怨恨是错误的 倔强是错误的 贪念是错误的 爱好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 出不了六道轮回 修善 修善 主修善地向 不能放下 善善到我 佛想完了 善佛想完了 善佛想完了 不能 不知道啊 老雷这些佛菩萨 在这个世界 为我们做出种种实现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 谁在台上表演的 诸佛菩萨 啊 啊 表演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啊 善阴善国 窝阴窝 在表演这个 我们看 啊 到最后 万元放下 为我们表演一周 亚洲戏 往生西方极乐戏 行与致命 啊 最后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成功了 啊 啊 这个 武洪法师给我们说的 十三岁小女孩 全家没有宗教信仰 最后在病危的时候 医院放弃治疗 告诉她家人 她的寿命 只有一两个月 啊 果然没错啊 她在这个时候 遇到了善知识 跟她介绍西方极乐戏 孩子有善根 一天 马上就相信 就接受 就发愿 啊 就吃素了 啊 拒绝 止痛药 拒绝 打针 啊 一心念佛 六十天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 啊 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 六十天 念佛往生了 怎么能不难啊 啊 啊 再前面我们看到一个 十岁小女孩 啊 啊 这是全身在佛教家庭 啊 听她父亲讲极乐世界的 一真壮严 成了欢喜 啊 要她爸爸带她到极乐世界去看看 她爸爸说我没办法带你去 这谁有办法带我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里 爸爸就跟她说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带你去 这小孩 七岁 她就开始念阿弥陀佛 天天念 一天没有丢掉 因为她真想到极乐世界去看看 念了三年 真的 见到阿弥陀佛 啊 往生前告诉她爸爸 阿弥陀佛 要说明天要带我到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 便我去回老家了 阿弥陀佛 要求她爸爸 邀请亲朋好友 来看她往生 阿弥陀佛 一般人听到这个信息 小孩说话 你怎么可以相信 可是有一些呢 就试试看吧 去看看他 反正都是老朋友嘛 亲戚嘛 去看看 看他真的好色 你看 活活泼泼 没有生病 说走就走了 这些人能不相信吗 他的父母对念佛往生的信心 绝顶不会动摇 这个孩子也是表发了 跟父母有缘了 度父母家庭眷属 凡是见到听到的 都跟他有缘 我们跟他都是有缘人 没有缘怎么会听到 都是先前的死 过过都在表发 如果 我们跟佛菩萨一样 真正懂得普贤愿 真正实践 普贤菩萨的教会 第二个 离尽诸佛 诸佛是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称赞 称赞如来 如来跟祝福是一个意思 但是 说如来 是从心上讲的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中国过去 老祖宗教的 这就是普贤第二约 称赞如来的 盛盛 一礼 你看到这个人 说心是善 赞叹 说心不善 一句不提 不要把人家的不善 放在自己的心上 那我的心 变成别人 不善的罗索通 错了 离尽 没有条件 称赞 有条件 称赞 只有善的这一面 没有不善的来 离尽 不论这个人 是好人 是坏人 同样离尽 为什么 本性是福 本性 本善 从这个地方 对他的尊重 对他理尽 好啊 海鲜老伯尚做到了 他一生 没有怨恨过 任何一个人 毁谤他的人 羞辱他的人 他多尊敬 他多感恩 为什么 这些人来考他的功夫 考他什么功夫 忍辱不乐 看那么能不能人 他通过了 他及格了 他感恩老师 出提了考他 圆满通过 这人 这人多善良 这个人多好 我们看到了 听说了 羡慕 羡慕 要健身 要健身 要能跟他一样 才好 心目当中 一生 没有怨恨 没有怨恨 任何一个人 对不起他的人 没有怨恨 你看他的心 多平静 多柔和 这种心神智慧 不神烦恼 神喜乐 孔子所说的 不易于悦乎 真的喜乐 从自性里头 往外面流 不是外面 喜乐的境界 感染他 不是的 快乐是从心性里头 流出来的 像泉水一样 永远不断 约外人交集 多时 又捧自远方来 不易落伙 我们要发现 学习 要许 一定要许 看本性 不看习性 因为习性是假的 习性 了不可 那流收音 就是 结界 结父 最后都给我们表发 圣净土就是正土 一生就近的大圆满 我们不但要修 要把这种事情 告诉有缘人 尤其要告诉 明里一些 已经造了很多罪业的人 依旧能往生 只要肯回头 这个是 这种表发 就有说服力 我们相信 没有一个人愿意躲地狱 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往生 极乐世界 有这个机会 我们不放过 要好好认真劝动 有个人不希望往生 我们下重压